这些经典相机都曾是画时代的产品 你有了解多少呢 影像君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相机的演化简史 首先是1836年 达盖银版摄影 这是由法国画家路易斯达盖发明的 他的影像是在一层很薄的银上形成 照片从不同的角度看 会从正向变成副向 由于很容易受损 那时候的照片都是需要玻璃保护的 而60年代出现了大画幅相机 4×5英寸 胶片时代大画幅的标准尺寸 拥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即使在今天有些领域依然在使用 1888年 科达相机 胶片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这台相视相机由科达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发明 只有一种快门设置 但其中夹载的胶片可以使用高达100次 在那时候是非常流行的 到了1925年 35毫米相机 莱卡一代 由德国莱兹相机公司研发 是流行商用35毫米胶片相机的先驱 但是价格非常的昂贵 一直到1936年 经过相机制造商改造之后 35毫米相机才得以流行 到了1930年代 中画幅相机 这种画幅借于全画幅与大画幅之间 由上下两个反光镜头组成 上面是取景器 下面是拍摄镜头 所以它又称为双镜头反光相机 简称双反相机 1948年 保利来相机 这是当时的又一革命性产品 保利来公司生产的相机 可以实现即拍即出的这种功能 虽然像素不怎么样 但是在拍照后能够实现即时打印 这一方面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时间来到了1975年 数码相机 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 它不需要胶片 只需要一盒标准磁带 没错 是标准磁带 花上23秒便可以记录一些信息 它还可以跟电视以实现连接 来回放照片 1995年 紧凑型数码相机 这是Casio QV-10 全世界第一台内置LCD显示屏的 消费级紧凑型数码相机 可以实现即时观看和预览所有的照片 这一功能在当时来说 无疑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 1999年 数码单反相机 D1 全球职业摄影师所使用的 顶级数码单反相机之一 它可以调节参数 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重大的突破 270万像素的传感器 使它成为了当时一款线相机的产品 2012年 中华府数码相机 拥有5000万像素的恐怖的家伙 是来自于哈苏中华府数码相机 比5000万像素更加恐怖的是 它的售价 3.5万银磅 折合过来 约30万人民币 这明显不是为普通发烧油所生产的 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摄影爱好者 也只能看看而已了 好的 以上就是影像群今天为大家分享的 相机简史 专注摄影 专注影像 更多摄影干货 欢迎关注影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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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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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Mae travelling